据日本首相办公室表示 朝鲜在7月18日早些时候 发射了一枚疑似弹道导弹 而韩国的联合通信社表示 该导弹降落在海中 韩国联合通信社援引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消息称 导弹是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的海域发射的 但未提供更多细节 这次导弹发射发生在朝鲜测试器 最新的火星18洲际弹道导弹一周后 朝鲜称这次试射是对美国和其他对手的警告 在7月17日 一名面临纪律处分的美国士兵 越过韩朝边境逃往朝鲜 据华盛顿方面表示 该士兵目前在美国控制之下 这给两国之间带来了新的危机